曾获得金曲奖最佳MV的导演徐云轩 14号上午 其中击到北宜公路跑山 就在下一个弯道 迎面一辆超跑跨越双黄线 逆向快速飙来 他闪避不及直接撞上山壁 导演左手骨折 全身多处擦伤 酿糊的超跑驾驶 油门一踩快速离开现场 警方调阅监视器查出 车主是复兴航空董事长林明生 受伤的重机骑士 晚间发表声明 强调已经跟林明生达成和解 希望事件到此落幕 但是看看林明生肇事之后 第一件事情不是关心机车骑士 而是查看爱车有没有损伤 对比他第一时间 说不了解车祸状况 画面还原真相 同时警方一度怀疑 紧跟在后头的是保镖车 礼拜一下午联络到车主 道案说明 他坦诚确实有跨越双黄线 但是并不认识林明生 那后面还有一部车 如果有一部车 雷明生涉嫌赵逃 警方通知他到案时 就是开着当时六百万的跑车 事后他说对社会造成纷扰 表达歉意 等责任厘清后会负责到底 但是复兴空难才刚发生不久 董作有闲情意志 开跑车还闯了祸 董作面对责任威蜀 推拖拉 看在空难罹难者家属眼里 一肚子火 觉得很不舒服 因为事情都已经造就了 这么多家庭的破碎 他还有心情可以去玩乐 然后还造势逃逸 失去清诊的痛 还没抚平 副航董事长却有心情 开跑车啪啪噪 要他们情何以堪 志成广瑞流市委 邵紫阳 S小组台北南投 综合报道